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谈所宇宙的科幻证件 我是十余不佳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 是血蟑螂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艘船在海上航行 船舱内一个黑人痛苦地嘶吼着 船员们闯进了房间 将黑人扔进了海里 博文是个外科医生 因为在手术中不停地颤抖 迟迟没有办法给病人救治 被院长无限期放长假 他决定出海散散心 在船上和一个电力公司工作的杰克 谈起了自己要去岛上刚买的房子里度假 还顺便吐槽了一下 房子的脏乱程度简直像猪圈 没想到杰克正是在那栋房子里长大的 那是他父母的房子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船上的人都陆续登岛 谁也不知道巨大的灾难正在孕育 一只蟑螂从黑人尸体口中爬了出来 杰克回到现在的住所 去找自己的哥哥 说起了房子的事 原来那所房子 因为他们五年没有交税 被银行收走拍卖 但废柴杰克却觉得 是博文和银行勾结 骗走了他们的房子 言语之中透露出自己要用不正当行为 让房子回到他们手里 哥哥只是笑着没有反对 博文家里总是停电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杰克在背后搞鬼 他去酒吧请求他恢复电力 但是岛上人都很排外 并不想帮他 他也无可奈何 只好去取自己前几天定的木材 重新修建房子 认识了在货仓上班的尼尔 他很贴心的还为博文准备了房楼计 一起帮他送回了家 到了夜晚 博文正在百无聊赖的看杂志 突然一个蟑螂爬到了他面前 他一脚踩死 没关一会儿又来了一只 博文想顾忌虫尸 却被灵活的蟑螂跑掉了 他一路追到厨房 才发现冰箱里有一大盘蟑螂 真是这辈子都不想吃鸡肉了 第二天一早 博文就开车去商店买了杀虫剂 准备给家里来个彻底大消毒 临走前却被警长带到了海边 要他检验一具尸体 尸体手上有明显的虫子咬过的痕迹 博文要求立马验尸 但是警长却说 安排验尸至少要一个星期 只想当作意外处理 博文也不好多言 他回到家清理蟑螂 打开冰箱 蟑螂却不见了 他只能将看起来无害的肌肉扔掉 但就在他将肌肉扔出门后 袋子发生了诡异的抖动 当晚杰克来到变电站 再次断掉了博文的供电 同时一只蟑螂爬到他手上咬了一口 他赶紧将虫子拔出来 却发现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门外的草丛也动了起来 爬出了成群的蟑螂 吞没了杰克 博文正准备去变电站 找杰克算账 没想到开着车撞飞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正是杰克 他的身体已经僵硬 手上同样有着被虫子咬过的痕迹 博文报了警 杰克的黄药都认为是他蓄意谋杀 幸好警长还是清醒的 没有直接逮捕博文 只是要求他不能离开这座岛 博文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独自想去变电站查看情况 发现了满屋子的蟑螂 而且这种蟑螂竟然长着钳子 他打电话给昆虫博士询问 博士说只有看到昆虫样本 才能够确定是什么品种 另一边他们又在杰克的尸体上 发现了很多咬痕 警长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和博文一起来到了变电站 采集昆虫样本 然而昆虫在一夜之间全部不见了 但是地上有一具咬死杰克的蟑螂尸体 他将样本收入容器 警长终于统一让他掩尸 与此同时 杰克的哥哥带着胖子 去车前往博文家 把他家给砸了 警长出面阻止 被打晕锁进了地下室 蟑螂大队倾巢出洞 吞没了警长 博文正解剖杰克的尸体 发现他的肚子里全都是虫卵 好心的胖子赖痛风报信 说警长被杰克哥哥关进了地下室 博文立刻回家查看 发现警长已经死亡 并且吐出了一堆幼崽 博文知道人类已经无法阻挡 蟑螂的生长周期了 现在只能转移人类 就从小孩子开始 但是有个小男孩 今天没来上学 博文决定去找他 并把蟑螂样本 交给学校的老师 让他带给昆虫博士 昆虫博士观察过后 明白大事不妙 立刻联系了疾控中心 前往支援 博文和尼尔来到男孩家 发现他的父母都已经惨死 他们来到农场仓库里找 博文却一不小心 掉进了蟑螂窝 但是自带主角光环的他 随便拍拍就赶走了蟑螂 尼尔拿着绳子让他爬上去 他却看到了不远处 被蟑螂包围的小男孩 他决定去救小男孩 没想到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蟑螂已经精华成了 广东会飞的蟑螂 并且正向他们所在的房子涌来 杰克的几个坏朋友们 很快就领了便当 然而一直在房子里躲着也不是办法 突然天降暴雨 所有的蟑螂都躲了起来 原来他们怕水 博文等人趁机登船离开 但还没走多久 雨就停了 成群的蟑螂向他们飞来 他们只能将船翻过来做掩护 男主即刻发射求救信号弹 正好落在旁边加油站的油管上 一声爆炸炸飞了所有蟑螂 蟑螂悉数被烧死 同时救援队也赶到了 他们成功的被打捞起来 三个月后 海边的一块木板上 一只蟑螂飞向了远方 哇 这部童年阴影 真的是成功的恶心到我了 最近的下饭系列电影 大家都还喜欢吗 我仙兔为敬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遍童年阴影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